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局部的低耳剂和口服的抗生素的使用 尽可能的让这个感染得到控制 消除它进一步的这个破坏 避免它加重 之后呢 慢性患动胸中耳炎呢 就表现有一个骨膜穿孔 那么在它 相对稳定的一个干耳的状态呢 建议选择将这个骨膜穿孔修复 对于这个炎症活动 表现为流浓的这个骨膜穿孔期呢 避免避免使用一些粉剂啊 来堵塞穿孔 这样的话会影响这个 里面这个分泌物的排出 可能会加剧 中耳炎的这个 会加重 所以 有骨膜穿孔 并不可怕 而是需要 避免阻塞 在适当的时机呢 修补了穿孔 大师 小人 小人 不可怕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